您持續鎖定的是1600整點新聞 我是斬樹函 新聞一開始帶您看到今天確診數 依舊是破了百例 一口氣又增加了286例的本土個案 詳細狀況連線給記者周一璇 好在今天疫情的部分呢 仍然是超過百例的確診個案 今天是新增了286例的本土個案 而這其中呢 主要還是以雙倍增加的人數為最多 主要呢都還是跟這個萬華的群聚事件有關係 帶您來聽一下指揮中心的說明 好由於呢這個萬華地區仍然是非常疫情嚴峻的地方 也因此呢指揮中心先前 雖然是有發布了60萬多封的簡訊 提醒有到過的民眾要特別留意 但是呢由於這個疫情還是沒有降下來 也因此呢指揮中心會再發布一次相關的簡訊 來提醒這些高風險的族群要特別留意 另外大家也很關心到了院內感染 在今天也新增了兩家的醫院 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帶您來聽一下指揮中心的說明 案1273就是前面有確診過和平的病患 案1273同病房的兩位病患 以及案1273同病室的另一位病患的看護 所以就是增加了兩名病患確診以及一名看護確診 那這總計是四名的這個 就是對這就總計總共有五位 是在這個院內感染事件當中 那院方目前已經決定就是說 為了因應這個新的這個狀況 就全面的停診到5月28號來進行 比較徹底的消毒 那其實原先匡列的防火牆 已經有包括今天新 今天公佈新增的這四名 那他其實還有同時公佈 就是另外三位 就是在擴大全院篩檢的期間 他大概篩了全院八百個員工左右 那有發現有三個 有萬華地緣關係的員工也確診 不過這三位員工 好 原先今天和平醫院早上院方是表示說 墓檢在院內是沒有發現任何的傳播鏈駁斥 說是有發生院內感染的事件 但是在今天下午呢 指揮中心是證實了和平醫院 確實是有發生院內感染的情況 另外一家呢 則是在這個三種的松山分院 原先是傳出有一名護理師 因為參加了淨香團確診 而最新在擴大採檢當中呢 發現了一名醫師以及護理師 都有確診的情形 也因此呢研判呢 這起也是屬於這個院內感染的事件 另外呢 在今天也新增了一例的死亡個案 他是案二六八三一名七十多歲的女性 他原本呢都是在萬華工作平時是獨居的情形 在五月十五號的時候發生到身體有點疲倦 但是他拒絕就醫 十六號的時候因為被匡列為需要採檢的對象 但是十七號呢 家屬前往探視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是沒有生命跡象了 這也是全台累積的第十五例死亡個案 以上為你掌握罪行將時間交喊棚內 現在北捷有員工傳出確診 另外呢是同一棟大樓也有捷運局的處事員工染疫了 連線記者黃靖穎 好了沒錯 北捷傳出了一名員工是染疫的 那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呢 他們說這個染疫的員工是屬於在金站附近 他們有個地下辦公室 也就是行控中心裡面的員工是染疫的狀況 不過呢像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也就是台北捷運 他們的行控大樓行政大樓也就是總部這裡 他們呢在這裡是跟捷運局一起共用 同一棟這個辦公大樓上面樓層就是屬於捷運局的 他們也說其實裡面有收到通知說 在十樓的地方呢也是有一名員工染疫的 不過他是捷運局裡面可能是公務處的員工 但是他們也說了像是他們覺得比較擔心的點 是因為他們是事後才接到通知 而且呢他說他的同事也曾經跟這個疑似染疫的員工呢 有過接觸還講過話 但是他們目前都還是有正常的上下班 而且都沒有被狂烈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這會不會有一些傳播的風險在 不過呢他們也說他們現在裡面的電梯已經有開始做分流了 像是北捷啊是屬於一到七樓的這個空間 所以只能到一到七樓不能再搭去其他樓層 那捷運局的話就等於是八到十五樓 也是不能流動到一到七樓之間的 那麼後續也問了這個捷運局的發言人 他說目前呢這個所有的確診資訊都還是要等中央來公布 但是他有說明在五月十八號的時候 其實在整棟的B5啊或是到十五樓之間 全部都已經有進行大消毒的作業 那以上是在現場的最新狀況 先進頭先交換個棚內 北捷員工確診 來聽一下台北市長柯文哲怎麼說 本土感染是兩百八十六例 顯然這個疫情還在發展 那我們測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昨天 在萬華的四個快篩戰 總共快篩了一千兩百七十一人 那這四個快篩戰 陽性的加起來是58人 占4.6% 這表示什麼你知道 當然我也認為這個潛伏期二到七天 所以也不是說現在看到就一定是現在狀況 其實是一個禮拜前的狀況 如果從上個禮拜我們開始 開始對整個這種疫情比較嚴格的管制 就是我們看看這個快篩的比例你知道 從這一天那五點四不算 從十一%到九點七到十七點九五點一到昨天四點六 那當然也許在明後天還會再七七五五 肥定一直下去不過顯然這個快篩的陽性 並沒有一路上去 因為我們說這個在過去這一個禮拜使用快篩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台北市的急診你知道 如果你在急診有做PCR 那請同時做快篩 因為通常做PCR 我們常常做完PCR叫他回家 那兩天後 因為大概有時候要兩天四到三天的時間 才做出那個結果 那兩三天後才通知他說 你那個PCR是正的 他說就很麻煩你了 第一這兩三天這個病人本身非常緊張 不曉得到底結果是怎樣 第二你跟他說正的 那他還要再回來醫院嗎還是要怎樣 我們現在要求就是說 如果在急診做PCR的時候 既然同樣的一個步驟你知道 在鼻腔裡面做檢查 就乾脆有做PCR的 也常規做那個快篩 一般來講 如果他快篩是陽性的你知道 大概PCR陽性的應該九十五%的以上 就應該是 那以後少數是這樣 那個快篩沒有做出來 那外PCR是陽性這也有 不過通常這種Case就算有的話 他感染力不強 新北今天確診數也是居高不下的 後續防堵該怎麼來做 掌握新北市長侯友宜最新的說明 今天CDC公布新北市的確診人數是一百五十七人 那一百五十七人比昨天是有稍微上升 那這裡面幾個區域的上升我特別舊區的上升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在板橋區昨天22今天上升到35 在中俄區原本26也上升到40 另外其他的在新店也屬於比較高的 今天昨天22今天21 另外新莊從第七有七個到十四個都有上升的一些趨勢 新北市在昨天一整天總篩檢的量能是4463年 那篩檢出陽性的昨天篩出來是2.8 那今天篩出來是2.9 大家非常關心板橋的篩檢上 到底我們篩出來的確診的陽性比例有多高 第一天本橋篩檢站篩出來是5.05 第二天篩出來是4.68 昨天篩出來是3.75 我們從明天增加了中和社區的篩檢站 這幾天我們發現新店也慢慢確診個案上升了 所以在明天我們也會成立新店社區篩檢站 至於有關新莊地區除了熱生、療養院 也來幫忙篩檢以外 我們特別用增加虎大的社區篩檢站 來服務新莊泰山 也不排除我們把山湖地區也一起來做服務 所以新北市到現在為止有21家再加上明天3處的社區篩檢站 我們總共有24處的篩檢站 其中就是有47處的社區篩檢站 而和平醫院擴大採檢又新增了3名的員工和1名的病房助理確診 所以現在總級和平醫院染疫者呢其實有4名都是和萬華地緣是有關係的 研判不是在院內感染 院方是博士院內感染的消息 證實院內又再新增確診而且一口氣就多了5人 原先13號和平醫院就已經有兩名病患住院好幾天才被發現確診 其中一位還是萬華茶室老闆娘 沒想到院內擴大採檢找出3名員工確診 但這3人都有到過萬華 研判是因為地緣關係感染 但18號在進行二採B6和B7病房各有一位病患和助理 結果應轉陽等於和平醫院已累計7人確診 這兩位病人是在原來是在B6B7 那在此之前本院區從來沒有任何一位病人有染疫的現象 另外一個病房的病人確診 目前都還在醫療當中 這名染疫的病患和助理和先前的兩名確診者院方證實是同病房 但研判助理因為有到過萬華因此染疫 至於病患為何感染 院方則強調還在疫調中 本院區目前就這一波的疫情已經做了疫調 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發現有院內的傳播鏈 博冊院內感染一切都還在疫調初不了解以匡列77人居家隔離 而和平醫院因為是專責醫院以清空病房患者未來將專門收治重症患者 但就怕再繼續往外擴院方從20號到28號通通暫停門診 B6B7病房不出不進不讓疫情再蔓延 比本新聞連至周宣台北報導 疫情持續蔓延 新北市汐止區的國泰綜合醫院也證實了 由一名急診室男醫師疑似接觸到了一位在別間醫院確診的個案 所以出現了咳嗽 發燒等等症狀 核酸採檢呈現的是陽性 目前急診室關閉 止出不進 醫院外面要住院的民眾排隊等篩檢 不過急診室門口掛出暫停服務告示 隨著本土確診病例不斷攀升 氣質國泰醫院院方證實 一名急診室男醫師 在19號出現肝殼 輕微發燒等症狀 經過核酸採檢呈現陽性 醫療懷疑他是有接觸到一名 後來在別間醫院確診的個案 民眾得知消息 拿完藥嚇得趕快衝去買酒精 噴灑全身消毒一遍 一大瓶用到只剩一半 不過後續醫調確認 這名醫師他在醫院的活動範圍 只有在急診室內 院長也發布院內通知信說明 為了安全起見避免感染擴散 從19號晚上9點開始暫停急診服務 患者只出不進 並立即進行大規模的清銷 而目前匡列對象包括急診醫護同仁 以及5月14號之後 曾經進出過急診室的人員 還有曾被這名醫師診治過的病人 也特別要所有同仁不要擔心 至於有急診需求的民眾 可要注意別撲空 目前尚未確定恢復急診服務的時間 而目前匡列名單中 已經有89人篩檢結果出爐 都是陰性 畢竟這段時間是防疫的關鍵期 醫護人員第一道防線得要守住 自我防護做好才有能力照顧病患 現在不少的民眾 因為有症狀或者是有接觸史 或者又因為的是身邊有人確診了 所以急著要去社區篩檢站 進行快篩 凌晨4點半就有人到場來排隊 目前核酸檢測 因為採檢量真的太大了 至少要等到兩到三天 結果才會出爐 土城篩檢站一大早大排長龍 從醫院門口開始隊伍排了400公尺 民眾全是要來領號碼排等待快篩 大概幾點吧 4點半 因為公司有人確診 所以我們現在要公司分流來篩檢 晚才能就是保證能上班 這名先生急著快篩 專程從三峽跑來 8點鐘開始發號碼排 醫護人員在大太陽下一個一個解說流程 要求民眾填妥資料 但筆不外界也不提供桌椅 就是要讓接觸降到最低 快篩流程是先領到號碼排後 填基本資料說明採檢原因 就等著做兩次鼻咽採檢 快篩抗原結果約半小時會出爐 但核酸PCR檢測至少要等二到三天 民眾快篩完必須離開 回家等簡訊或電話 只是目前各地篩檢量大增 結果公布的時間也可能繼續延後 在做戶外篩檢 比在戶內篩檢會辛苦非常的多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在全副防護之下的醫護人員 他在做篩檢 超過四個鐘頭的負荷是沒有辦法的 醫護人員會看支援 但還是有人在這非常時期 不遵守防疫規定 民眾在臉書發文說5月18號上午 在永和更新醫院急診室旁 大家等著做篩檢 但有名跟確診者同行的歐巴桑 在咳嗽還亂吐彈到水溝 排他後面的小姐嚇得半死 大家一起排了快兩個小時 另外永和社區篩檢站成立後 住醫院附近的民眾也發現 路邊竟然有被亂丟棄的口罩 呼籲大家要有功德心 目前排隊快篩的人不少是有接觸史 甚至身邊的人就是確診者 呼籲沒症狀的民眾 不要一窩蜂跟著去排隊 台灣本土確診個案這幾天 都是超過百例的 會不會防疫再升級呢 專家就指出了 未來狀況真的很難說 要再觀察一下確診人數 以及有沒有掌握到感染源 台北新北觀察起來是 民眾是比較緊張 那現在目前民眾來就醫的情況 也是還是以個人的身體 真的有明確的需要 才會來急診就醫 那不過我在這邊還是會希望呼籲 大家還是第一個一定要保 就是盡可能的維持自己的健康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整個台灣台北的緊急醫療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真的真的非常有需要的時候 才到醫院的急診 疫情多點爆發 這也讓台灣進入社區感染階段 尤其這幾天疫情變化快 雖然確診案例大多集中在雙北地區 但感染源不明令人擔憂 根據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林仙和指出 英國變異株傳播率比新冠病毒高百分之六十 如果一個確診者 他在社區平均會感染給四個人 事實上這個病毒傳播率非常的快 大約四到五天就會傳染給下一波 呈現指數性的成長 因為這個病毒目前已經在之前沒有被發現的情形下 在社區裡面傳播了一陣子 所以從最近我們通報的個案數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本土的疫情正在往指數成長的一個方向進行 那由於我們在五月十五號開始進行了比較嚴格的防治的措施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 就算這個措施是有發揮作用 我們預期在未來的一到兩週內 個案的數目很可能還是會大幅的增加 盡量待在家中 並且加強手部衛生 不要接觸口鼻 充足的睡眠還有保持愉快的心情也非常重要 另外新冠疫苗是非常有效的預防病毒感染的一個方法 然後建議大家能夠接受疫苗的接種 建立全體免疫力 預防病毒的大流行 民眾正確公共衛生觀念非常重要 面對疫情醫界擔心的是疑似病人如果沒有適當防護 對醫師來說許多臨床工作都要停擺 勢必也會影響到更多病人就醫的權利 TVBS新聞陳如環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最新消息 宜蘭有一名國中生的媽媽在17號確診之後 就通知了校方 隔天學校就把這名媽媽的這個兒子呢 他的學生呢 是隔離了下午進行採檢 結果這一名學生在19號晚上也是確診的 目前總共匡列同班學生跟同寢室的師生 總共是30幾個人 以上最新消息 再來看到台中地區的永豐銀行北台中分行 有一名員工19號經過檢疫之後是確診的 目前針對了辦公區域營業廳是全面消毒 連線記者李才宜 好主播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中的永豐銀行的北台中分行 可以看到他們分行的門口是已經有貼出了一個公告 因為他們在19號的時候呢 是有一名員工確診陽性得了新冠肺炎 那消毒的時候呢 我們了解到 那第一時間他們的銀行是已經有做出消毒了 全面消毒 針對辦公室的區域還有營業廳全面消毒之外呢 透過系統的調查回溯 之前一週之內可能跟這一名員工有過接觸的客戶呢 也都已經轉交給主管單位協助進行必要的防疫作為 那根據了解這一名員工他在14號的時候 曾經北上到新北市東河跟家人聚餐 16號家人因為身體不適經過篩檢確診 那員工他也被匡列 所以從17號開始他其實就沒有進入過分行了 那永豐銀行他也表示呢 他們是持續會進行營業的 因為防疫最為優先員工最重要 那服務也是持續要繼續的這三大目標 也將派其他沒有安全疑慮的員工 繼續為大家來服務 以上是最新掌握到的消息時間交還棚內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